喂 飲果可以 要一個蘋果雪梨和西瓜 要繭炸的 謝謝 不要加水和糖 100%新鮮的 蔬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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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好 歡迎大家來到 又帥又帥 我是Sharon Chan 我是Vicky 來 先喝一杯果汁 乾杯 果汁 平時我外出吃飯吃得多 就覺得有空買一杯果汁喝一下 感覺好像當吃了水果 其實你會不會喜歡喝果汁呢 其實果汁真的要用很多舊水果 才做到一杯果汁 營養學的角度 其實喝果汁會增肥 真肥 我打算吃水果 減肥嗎 我打算喝這杯果汁 然後就不吃飯了 真肥就適合你了 但因為我要減肚腩 還有我想有腹肌的線條 所以果汁我們成年人 盡量如果每次喝 不要多過半杯 大概是120毫升 不要多過就可以了 每次不要多過120毫升 是啊 你說的是果汁 是啊 100%汁 我們在說的 即是我們在街上買這些 看到它是用水果 然後用炸汁機炸出來的果汁 是啊 原來喝果汁 不是做到吃水果 有纖維有這個效果 不行的 原因是這樣 因為我們平時炸汁 那個炸汁機已經是過濾了 將我們生果裡面的纖維素 都全部隔開了 我們喝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維他命 如果立刻喝的話 有維他命 有礦物質 但最主要其實它都是濃縮了的果糖 果汁 是啊 果糖 你當你吃一個生果 你是有一個生果的果糖 但你喝一杯果汁的話 起碼有四個生果的果糖 但是完全沒有纖維素的話 其實我們變相的血糖 都會升得比較快 果汁的升糖指數都是較高的 長期只喝100%汁的話 其實都會增肥的 無論是我們說的 學生、青少年、成年人 如果早上喝杯果汁再吃早餐 長期這樣下去 都有機會是糖分攝取過多 如果消耗不夠就會增肥的 原來這麼有學問人喝果汁 你真是果汁大人 是不是 不是啊 我是喜歡做果汁的 你有沒有喝過Smoothie Smoothie Smoothie 我打算加一些冰 然後攪一些生果 或者加一些乳酪 Smoothie有一個中文名叫做果露 或者是果汁 主要是會有蔬果 蔬果就是蔬菜 有水果 還有我們會有一個液體 甚至你可以選擇一個兼果類 種子類 加進去 我講一個例子給你聽 你就明白這個果汁和Smoothie的分別 分別 是的 譬如我們會有一個連皮的蘋果 加一汁的菠菜葉 再加南瓜籽 一盎司 然後加清水 我們用攪拌機 blend了它之後 是連渣的飲用 這個就是我最喜歡介紹的果式Smoothie 原來是這樣 是的 因為我們喝Smoothie的時候 會有維他命抗物質 纖維素 連皮的話 維他命酸會更加豐富 我們有那個水果的纖維 就可以減慢我們血糖的升幅 而且也很飽肚 如果我裡面加了 是剛才說的果仁或者是種子 其實有了一些健康的脂肪酸 就會是一個很均衡的早餐 可以是當早餐 又或者是晚上你不想煮飯 可以是代替晚餐都可以的 當然我們其他餐線裡面 會吃一些五谷類 豐富蛋白質的食物來補充 明白 原來是 喝果汁的韓文 我還以為我打算去生果店 買一杯果汁喝了已經很健康 所以我們自己在家製作 整個果打了去加東西就會好一點 是啊 但是我不喜歡喝凍冰冰的食物 是啊 剛才這杯其實是凍冰冰的 我也覺得是的 譬如現在冬天 我們外出買果汁 它的水果一定是冰在冰箱裡 就算它不加冰 你炸完出來也是冰的 怎麼算好呢 我知道 應該很多人都有這個問題 我都試過就算在家裏自己喝果汁 日後還沒吃東西之前 就喝了一杯果汁 果爐 你那個不是果汁 但是胃會發覺 好像有點胃悶悶 反反地 很苦地 反反地 反胃 以為自己是否吃錯東西 但原來不是 應該是 其實普通的水果 基本上比如蘋果、雪梨、蘿蔔 生果都炸在一起 會有一個令到脾胃寒涼的情況出現 就會有一些胃悶 或者反的情況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會有這個情況 你有沒有試過 我試過 就這樣吃香蕉 都會覺得有點溫溫的 香蕉很涼 所以女士就最好不要經常吃香蕉 最重要是不要兇頭吃 我們吃生果蔬菜 甚至是喝果式 最重要是立刻要喝 因為我們打了出來 其實生果蔬菜裡面的抗氧化營養素 譬如維他命C 是幫助我們皮膚 自己再生膠原蛋白的 你放了一會兒 其實氧化了維他命C 就沒有作用 所以減少了很多它的好處 明白 剛才我說喝果汁寒涼的問題 我就建議你們 例如自己出去買東西喝也好 或者自己煮也好 每一次最好加一至兩片 就是連皮薑 因為生薑 就是有溫中散寒的作用 就會減低 剛才我所說 喝完果汁的胃會不舒服 反弱 這樣的情況 還有薑粉也可以 對 薑粉也可以 如果你沒有薑要連皮切的話 薑粉也可以 還有薑粉也可以 就是date 就是藍棗 對 或者蜜棗 還是蜜棗 椰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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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棗類也是補血的 有鐵質 對 有鐵質 可以多試試在家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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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有鐵質